这个要采到里面的这些分离子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里面彻底没有空气 要有一定的韧性 一般要采两三个小时 从窑纸挖回来的泥料 经过简单的沉淀 去除粗大的砂石后 就可以开始炼土 选择手工炼土 则是为了最大程度保证泥料的原始特性 市面上的这种成品您来调配 烧烧之后他们的说法是民谣的东西 把它做成官邀 因为太精致了 你要烧出那种历史的韵味来 很多他想不烧就是行是神不是 手工来讨喜 你没办法像机器一样 它还是会有一些粗的颗粒 那也就是这些让你做出来的这些器材 非常接近当时的